沈州15号航天员程组将于6月返回地面 至今在轨近5个月 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空间站科学实验 其中多个都属于首次 而天舟6号货运飞船也将会在5月实施发射 这将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进入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之后的首次飞行任务 日前 沈州15号程组完成第4次夜市最后一次出舱任务 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程组出舱活动记录 载轨期间 沈州15号程组还首次开展一系列科学实验 并取得多项阶段性成果 其中就包括使用由中国自主研制的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 开展载轨验证实验任务 这是全球首次在航天飞行过程中 使用双光子显微镜 获取航天员皮肤表皮及真皮浅层的三维图像 为未来开展航天员载轨健康监测研究提供了全新工具 而空间新能源的一大关键技术 高效自由火灾斯特林热电转换实验装置 也顺利完成载轨试验 是中国首次实现这项技术的载轨验证 此外 孟天舱燃烧科学柜中的实验系统 成功执行首次载轨点火测试 实验验证了空间站燃烧科学实验系统功能的完备性 以及整体实验流程的准确与科学性 为后续空间科学燃烧实验项目打下良好基础 根据任务安排 神舟15号陈祖将于6月返回地面 天舟6号货运飞船则计划于5月实施发射 执行天舟6号飞行任务的长征7号 姚七运载火箭 日前以安全运抵温昌航天发射场 后续将与先期运抵的天舟6号货运飞船 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天舟6号飞行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 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首次飞行任务 工程全线参研参事人员正在加紧备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